法官蔡聰明和蔡法官 来为我们享受家庭暴力防治 跟儿少的一个保护 那这边非常要感谢那个杜茨基长 所率领的基隆社稷大协团队 给我们就是这一系列的课程 很多的协助 在此举代表我们那个 政风处房处长 致以12万分的协议 那现在我们不啰嗦 大家掌声鼓励 欢迎蔡法官 谢谢各位 又有机会来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个 种下业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那今天我选的题目是 家庭暴力防治及儿少保护 所以我那个稿写一写 后来想说 他只有一个半小时 家庭暴力可能都 可能都讲不完了 所以那个 和少保护的部分 今天可能就 没办法提到 我们要对外去参加很多宣传 宣传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 那时候我的说法是说 虽然我们台湾的条件跟美国不能比 比如说他们的社工就比我们多很多了 但是 家庭暴力防治法是 管理人生人的基本人权 这个不能说 等我社会条件到什么程度才来做 能做一分就是一分 那多年来 这个实行的结果 其实各位应该或许感受得到 亲戚朋友啊 社会新闻感受得到 确实有很多妇女跟这个小孩 因为这个法律得到一些保护 当然也有人滥用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 比如说 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外配 陆配 那有的是 拿到这个身份证以后啊 就开始在家里面新工作啦 那一般这个 男人啊 就可能脾气比较没那么好 认为他这个 心疯作浪 就是说找麻烦 结果呢 辱骂啦 动手啦 争吵啦 那这些陆配或外配啊 他已经有身份证了嘛 他就是想离婚想出去嘛 他就先来申请保护令 说我老公对我家庭暴力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拿到保护令 也因为保护令 法官发保护令其实是蛮宽松的 所谓宽松就是说 发保护令只是禁止再去做哪些行为 并不是把他关起来啊 或罚钱啊 不是处罚啦 是禁止而已 那他拿到保护令以后 接着就去申请离婚 甚至前一阵子啊 有个小孩啊 有个小孩因为跟继母 他父母亲离婚了嘛 跟继母住 这小孩啊 这个继母还有他爸爸住 为了脱离这个家庭 去跟他妈妈住 就还写了治疗 我要怎么做的要怎么做 我要拖一点水 然后忍一下 用手去捏 你就弄出那个 逼亲啊 五千块 然后再打电话告诉妈妈 然后妈妈再去报警 然后 国中的小孩 他知道说先用 上面写的是什么 先用水喷一喷 然后再 就把自己弄得受伤的样子 这样 所以一个法律 你可以保护很多人 他也会被拦用 那